洛杉磯警察局公布了一名男子的素描畫像 因其涉嫌在洛杉磯 Canoga公園性侵犯一名女性 事件發生於6月23日晚上10點半 地點位於Roscoe Boulevard 駕Owen's Moves Avenue附近 嫌疑人跟蹤了受害人約半個路段後 試圖對受害人進行性侵犯 之後朝Roscoe Boulevard東部逃走 那男子年齡在20至30歲之間 身高約6呎 體重約200磅 黑色頭髮 灰色眼睛 按髮時 身穿紅色上衣 橙色和藍色相鑑的條紋襯衫 和深藍色長褲 如有知情者可致電警探Pathia 818-756-3264 Tinawes記者編輯報導